多重資產基金 聚焦台灣、美國兩大市場 多元布局、高股息ETF、債券、REITS等 網絡AI、5G、新能源等投資商機 富邦台美雙新多重資產基金 讓你投資大豐收年年有餘 快搜尋富邦投信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音詳略公開說明書 心動有可能 心思蟲不可能 跳腳有可能 跳蚤不可能 因為有全能 寄生蟲防治首選品牌 全能狗S市面第一 口服驅除內外寄生蟲 全能貓S獨家唯一 跳蚤、掏蟲、新思蟲防治低劑 每願一次給狗狗貓咪、皮膚、心腎、腸道、眼耳 四大系統完整防護 難怪這麼有活力 好主人永遠全能 我是板橋青雅動物院院長 謝卿豐收醫師 每月一次全能狗S 一起成為永遠全能的好主人 比埃、漏水 卡住了生活的美感 房子住了三十年 擁有一個新家是一直以來的夢想 謝謝品家重建我的家 老屋改建領導品牌 品家建設 以專業、讓利 協助您完成老屋改建 嚴選高機能地段 採用比法規更高的建築標準 為您精心打造舒適好宅 老屋改建 歡迎電洽 02-7709-5588 良心評價 祝您成交 新式各個報新闻 聽見全世界 每分明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NEWS98 98喜欢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新闻面最近实在太多了 很多重要新闻都没有时间跟天空朋友报告 没有办法提及 其中一个很重要新闻就是川普成为美国史上 第一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 就美国这么多的前总统 没有一个前总统是被卸任之后被判有罪的 就川普是破了纪录了 他被判了三四项重罪 他的指控已经成立了 然后每一个重罪都可以关四年 如果是三四项每一个关四年的话 法官可以关他一百多年 把他关到死就对了 但是川普真的会被关吗 现在目前看到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所以川普就算被判重罪 他也不会被关了 讲白话是这样子 对他来讲应该也是没什么实质上的影响 那你说对他credit会有影响吗 没有 你知道他被指控成立被判罪之后 他募款募到了三亿多美金 钱这样劈里啪啪进来 所以人家讲说被判重罪 基本上就是帮川普来的当选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如果真的川普当选 对整个金融市场会是一个很糟的事情吗 美国股市会如何表现 或者全球股市会怎么反应 对台股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大冲击 因为我还记得川普讲说 只要他当选 他要对所有产品课征10%关税 你们这些晶片业者 你们就挫着等 过去晶片业者科技产品 基本上都是没有税的 现在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可能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 淡康大学的段昌文老师 在我们节目现场 段老师您好 木华好 还有听众本老师大家好 马上川普跟拜登 就要举行第一场辩论 6月就要举行第一场辩论 然后我记得应该9月还是10月 有第二场的公开辩论 那至于说谁会辩赢呢 看起来应该川普的胜算比较大 川普这个演讲魅力 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 我只能讲 我看过川普很多场演讲 他演讲很有魅力 那你尽管讲说 他有可能会是 欧背共或者怎么样 口不遮然 但是他确实是很煽动人心 那段老师您觉得呢 您可不可以先预测一下 您觉得谁会当选 我认为 这个川普当选的几率的话 是超过50% 所以一半以上 对一半以上 那但是我如果 我如果猜拜登的话 可能是50%以下了 反正就他们两个 对 但是如果以 以这个川普的这种口才来看 然后我看第一场辩论 应该是川普他会赢 因为网路上有一堆人 都在讲说这个 拜登实在是太老了 那如果依照川普的这种 他是77岁吧 对 那如果77岁还可以 这么生龙活虎的话 我想这个 拜登应该是居于 这个弱 是属于弱势的 那当然我们从最近的 一则的一个新闻 就是有人 做了一个美国的这个新闻 做了一个民 一个民调 也就是刚刚 木华你提到的 这个川普 这个封口费 他的这个罪名成立之后的话 他去问了他全体的受访者 也就是不分说 他到底是不是支持川普的 那对他如果说被判刑有罪之后的话 你对他的投票倾向是否会改变的 这种回答 那这个不改变的是67% 更支持的是15% 那如果会更反对的是变成17% 所以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没有影响 对啊根本就没有影响 强化了他的支持 对对对 反而他在网路上的那个 那个热度啊会是越来越红 那如果说这个 现在如果马上投票的话 那谁会当选了 那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川普会当选的 几率的话是最高 那另外一个 也就是如果说我们将这两位总统 那因为川普跟拜登 他也都做了四年了 那我们从那个2020年 那一次选举也是这两个人 2024年也是这两个人 当时啊 从2020年的1月份 跑到2020年的11月份 也就是这一年度 可以堪称美国的选举年了 那这个选举年的话 两个人的支持度 如果用拜登去减川普的话 那么2020年啊 川这个这个指标从2% 一直跳升到8% 也就是用拜登的支持度 减掉这个川普的支持度 所以拜登是后来居上 对对对 但是今年啊跑到6月份 6月初为止的话 全部都是负的 OK 全部都负的 等于说拜登今年是 这个一路也不能讲一路向下了 到目前还是输的了 对全部都输的 那如果用投票意向来看的话 2020年啊 大概就是也是拜登赢了 拜登大概是 也就是拜登减掉那个川普的话 数字是从5%一直起跳 那一直跳到年底的话 11月份是跳到7% 也就是在这边波动 反正拜登都是赢 但是今年非常特殊啊 从1月份开始统计出来的结果 全部也都是负值 也就是投票意向 那再来就是因为美国的那个摇摆州啊 这个他的数量还蛮多的 目前的摇摆州的支持度的话 川普的话是48% 那拜登的话是44% 两者差距大概有4%到5%左右 那这个也是让很多的金融界啊 这个非常恐慌一件事情啊 你看那个钱 钱债王啊 他就出来一直在报新闻啊 说川普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对债市的话 是非常具有破坏力的 破坏力吗 对 他说意思就是说 这个拜登跟川普来做比较的话 川普他的支出啊 就是对国家的支出啊 花费的话是非常多 所以其实这个话也未必公平 因为拜登上来这4年 美国的国家预算 整个政府支出 真的是也不遑多浪 对啊 没错啊 这个整个债务的堆高 债务的累积 真的也不遑多浪 对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的话 在拜登当选总统之后的话 你要去跟所谓的2020年之前去比的话 问题是2020年之前的话 没有俄乌战争 也就是美国总统 美国没有花费这么多的钱 在这个乌克兰身上 美国这8年 政府的整个债务堆高 其中跟这个2020年的疫情很有关系了 因为拜登就砸两兆嘛 两兆美元在疫情上面 川普也砸两兆嘛 所以这个部分就四兆了嘛 对 那四兆钱全部放出来民间 所以你说股票怎么不涨嘛 对啊 大家都拿钱去 你说这些钱能花得完吗 就拿炒股啊 干嘛 所以才有这民营股啊 这些什么Gangsta啊 什么这些风潮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 你要说 你要说这个拜登啊 没有什么花钱 会帮美国减少开施啊 这是完全不是事实 是啊 所以就有一份的统计资料 也就是学术上面的一个统计资料 他统计1927年到2023年 也就是去年年底之外的结果 每一任的总统 他如果在这四年之间 S&P500大概平均第一年的报酬率 第二年的报酬率 第三年的报酬率 跟选举年的报酬率 大概平均而言会多少 每一任总统第一年 他的S&P500大概就是11% 第二年是最差的 第二年是7% 因为有其中选举 对第二年是7% 第三年是最佳的 将近20% 那第四年平均而言就是12% 但是大家想想看 现在的S&P500的话 我看大家看 今年应该十几%了 今年应该13% 所以有人在唱衰这个S&P500 这是不如有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数字的话是从1927年 一直到2023年 统计了所有历任的总统 把它分割成说第一年任期 第二年任期跟第三年任期 那当然如果说把川普跟拜登 在2017年一直到2024年 把它切割 也就是说我们扣除掉最后年 连任的那一年 因为连任的那一年的话 那个股市的拨痛率实在是太高 不确定性因素非常高 所以我们把川普 我把川普2017年就职之后的 前面三年把它统计出来 结果他的S&P500报酬率 来到43.1% 那如果川普前面三年的话 是23.9%而已 所以你说网路上还有新闻界 都一直讲说川普当选 是对股市或者这个再次是一个灾难的话 我想对股市而言的话 如果他就任的2017年1月份开始就任 到2020年结束完之后 我们统计出来结果 S&P500的报酬率的话 是赢过拜登的同样一个 这个就职的那个区间 所以对股市而言的话 我想这个投资人应该不需要担心 好就反正美股 哪个总统都会涨 对啊对啊 这次辩论 我觉得拜登一定会讲说 谁让Dow Jones上4万点 就是我 川普你没有让道琼上4万点 就是我让道琼上了4万点 对不对 其实最后的结果啊 跟所谓的美国到底有没有进入经济衰退啊 这个这位总统是不是寻求连任 是有很大的相关性 哦好那这个point有趣了 那等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 请段老师告诉我们 这个所谓经济衰退 跟这个寻求联论之间的关系性是什么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住一辈子的好房子 祥德地宝 研盘之上顶归安全 城屋看得见买得更安心 月付2.5万起 二至三房 简单买房 2280-8888 祥德地宝 立任他们美国总统要连任的话 如果最后面两年 如果有碰到美国的经济萧条 都不会当选 所以今年绝对不能经济萧条 对 所以他 我这才大概 这个9月份应该会将写 最有名的就是 最有名的就是卡特啊 对卡特 卡特那一年 输给那个福特 对不对 福特也是啊 对啊 卡特之后的是谁 卡特之后是那个演员 那个叫什么 雷根啊 雷根啊 雷根没有 雷根 对啊 雷根没有 雷根没有 所以当八年嘛 那 布希有 对啊 对 布希也是四年而已 但是这几个连任的哦 碰到经济衰退的话 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 真懂 对啊 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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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唯一的民主党 对 卡特是民主党 对 那其他的全部都是共和党 例如说那个1932年的那个 胡佛他也是 对 他也是共和党的 所以老拜今年就一直希望联统会降息 绝对不能有经济一个差池嘛 因为他现在选情已经危急了嘛 如果经济在出问题的话 那不是就是代字大条了吗 所以最近美国经济走落 数据走落 失业率开始慢慢要上去 我觉得 我觉得拜登应该蛮紧张的 我觉得6月份如果不降息 9月份应该会降 现在目前一般都是9月降 但是 大概应该笃定9月降了 因为如果说在下一次的话 11月份啊 来不及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11月5号选举 11月8号才开那个废德会议 其实美国 美国现在真的很分立 就民主跟共和 共和两党 他们支持的群众现在对立的很厉害 有人从美国会来说什么 加州实在太 最近都 加州很糟糕啊 洛杉矶一元购啊 旧金山零元购啊 对啊 这个 抢得很厉害啊 我弟就从洛杉矶回来讲说 他们的超市都被抢了 对啊 我弟拐很大的超市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讲到这个美国啊 我们之前我记得 我们有一次请了Aaron啊 大气囊Aaron来谈到一部电影啊 叫做帝国浩劫美国内战 这个是由A24发行 A24这家发行公司很有名啊 他发了很多有名的片子啊 那个平行宇宙 就是他发的嘛 那这部电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他讲的就是 所以两州 美国的两州 现在那那个 就美国内战就是 两边在对打 那其中一方最后赢的是 只有两颗星 美国不是国旗是50颗星吗 就剩下两颗星 哪两州呢 就加州跟德州 加州跟德州联合起来去打 华盛顿 就攻进华盛顿 然后总统也都被他们干掉 那部电影就讲说 美国现在分裂的很厉害 那他不是说 那这部电影有点 那个反乌托邦的意思啦 那事实上美国现在 真的 我所观察到 共和跟民主两党的选民 真的非常的对立 像我一个朋友啊 最近从美国回来 就跟他聊天了 他嫁给一个 他嫁给老美 我一个小学同学 他嫁给老美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说 他老公是这个 他老公的爸爸跟妈妈是 是非常坚实的共和党支持者 那他老公呢 是跟他呢 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说 他有一次 他有一次 他跟他老公开车子 我也忘了细节了 他说不知道开什么牌子的车子 还是说开的比较好的车子 然后他爸爸坐上车就说 哦 你们现在民主党都开这样的车 就是亏他们骂他们就对了啦 所以这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家庭 那个党派支持的立场都非常鲜明 而且是对立的 很严重 那更不要讲 刚刚段老师所讲的 现在整个那个川普 为什么不受这个被定罪影响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立场的问题 是啊 这个颜色好像也在美国 美国现在颜色也很厉害 非常严重 也很厉害 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上一任啊 也就是2020年啊 川普啊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连任的成功 其实有一个经济因素啊 那当然在从19 也就是1900年代以来 统计出来啊 美国啊 这个总统啊 如果他要寻求连任的前面两年 如果有碰到美国刚好有经济衰退的 那个时期的话 总共统计出来 结果总共只有八位总统碰到 从1900年代 1900年那个那个总统的话是 McKinley啊 那他也碰到了所谓的这个经济衰 经济衰退时期啊 他连任 呃为为二的成功的 只有啊 这McKinley跟那个 共和党的这个 柯林芝啊 只有这两位 其他完全都失败 柯林芝也是一个优秘的总统 对那你看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胡佛 那胡佛在1932年 他在选举年的那一年也刚好碰到1930年代的那个经济大萧条 那他要寻求连任也没成功 再来就是共和党的这个福特总统 他连任也没成功 再来就是民主党的卡特 他连任也没成功 卡特就是跟台湾断交的 对所以 他们这两位总统基本上都有碰到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的这个时期 那在接下来就是布希 1992年的 1992年 他当年碰到的是1990年代 那个经济大萧条 那当然1992年那个选举年的话 他也真的是很衰 那再来就是川普了 那川普是碰到2020年COVID-19 所以 但是这八位总统里面 唯一一位的那只有民主党的这个卡特 其他的全部都是共和党 是不是几率太高了 所以遇到经济衰退 就是共和党最大灶门吗 对 那民主党其实当然也跑不掉了 只要美国经济不好 老百姓就投另外一档了 是 那当然 目前来看的话 有很多经济专家的话 都认为说 美国其实早应该进入经济衰退 只是有很多的政府的资源 在hold住这些经济衰退 不要让他衰退 那当然有 完全理解 你看那个非农业就业数据 新增就业人数 一直在撑住就是政府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没有办法去掩盖事实 那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了 所以 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目前的美国 如果算起来 这一步的通货膨胀率 总共累加的结果是 二十几percent 不是说你账面上看到说 9%或者是目前已经压到 压到3%4%左右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累积出来的结果 是将近20% 那当然美国最容易感受到的 那就是通货膨胀 那通货膨胀 间接的影响 那就是经济衰退 那当然我们现在都预测说 六月份应该是 费得不会降息 我在猜大概就是9月份 应该会微服的来降降看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 这个预测的都掉在11月份 我认为11月份可能 几率不大 对于那个拜登的话 是这个贡献不大 为什么 因为11月5号选举 那11月8号才开FOMC会议 这个未免太慢了 马后炮了 对啊 他如果11月份在降息的话 恐怕对于这个选举的这个贡献 恐怕是完全零的 如果我来压的话 我压住的话 9月联准会降息的几率 我自己压百分之百 对 罢兵 我猜也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请听众朋友 大家可以作证 看会不会是真的罢兵 我压百分之百降息 对 那 但这个是有 有很多我研判的这个基础 这边就不多说 但我是压百分之百降息 9月 怎么说我看今天的那个十年期公债的那个殖利率 今天是收盘大概是4.348 大跌 那大跌的话显示所谓的目前这个债权市场的危机应该已经短期已经解决了 那当然有很多人预测说这个川普如果当选的话可能殖利率会冲破5% 但是我看到一份也就是调研机构他所做的预测 也就是如果说川普当选 那依照目前的殖利率 他的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他会往下走 那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 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他会往上升 这个基本上跟那个潜在网啊 那个预测的相反 是刚好相反的 这很奇怪 我这边有一份数据啊 就是那个Craft Tower Group 他预测如果拜登领导的共和党获胜 可能性持续上升的话 就是刚刚段老师所讲 因为现在都是负值嘛 对 然后他说呢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呢 有机会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逼近5%的风险 那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反而是下来 对 那如果照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下来 当然第一个有可能是受到 联准会9月要降息的影响 因为最新殖利率大跌 是受到那个Jobs的数字嘛 结果有一天植物空缺数 这今天刚刚之前没有时间 跟听众朋友讲 这个其实很关键 因为前一天公布的ISM也不好 然后那接下来Jobs也不好 那礼拜五的非农 非常有可能不好 所以就支持了国债殖利率持续下滑 因为其实过去几天 已经下滑了快30个基点 下滑了很大 我认为这个月应该会逐步的下滑 为什么呢 因为6月1号开始 美国开始在紧缩 他要把债券回收 那债券回收的话 就是市场上面的债券会变少 那变少的话 那大家想想看 债券的价格会往上走 那殖利率绝对是往下跌的 所以如果趁市费的应该是 在9月份应该会 反正殖利率都已经回归了 那是不是会对这 当然是要 鲍尔当然是要帮老拜一把 对不对 选举年 一定要帮他一把的嘛 这想也知道嘛 选举年 当然这个费的要有自己 有主控的一个力量 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小 但费的里面 其实也有人要想帮这个川普的 那只是说因为主席是谁 你要搞清楚 对不对 而且更何况第三号人物 威廉斯也是这个 那个鲍尔的巴迪巴迪啊 对 所以这两咖就照住了啊 对 不过刚才谈到的 就算9月降息 大家要小心 过去的经验是这样 降息前一个月股市会先跌 对对 没错 降息前大家不要很高兴说 股市一定涨 未必 降息一阵子之后 对降息一阵子之后 股市又恢复多头了 对 但是呢叠也不会叠太多了 所以不用太紧张 刚段老师分析的非常全面 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很有参考性 在这一次的选举 跟金融市场的关系 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 谢谢段老师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